大家好,我是网易公安客的产品经理陈恒星 网易公安客是中国第一家做公安客的企业 也是中国目前拥有最多公安客资源和用户的企业 我将跟大家分享一下网易公安客的分享、共建和互动 我所要介绍的内容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讲一讲网易公安客是怎么来的 主要做了什么事情 希望通过这些内容和大家分享一下 网易公安客作为一种在线教育形式所秉承的理念 第二部分,是我们关于未来在线教育形式的思考 以及以后可能带来的一些变化 网易公安客的起源是一个装题页面 2010年8月份,当我们发现已有的 为数不多的国外精品课程资源在互联网上出现时 就搜集了四级业录大学哲学论死亡的课程 做了一个装题页面作为实验 装题推出的第一天就获得了超过17万的浏览量和651条的评论 评论里面不仅有足足灵魂、转世之类比较严肃的话题 还有部分网友非常学术化 建议我们从哪些课程入手 构建一个更加完整的课程体系 当我们去寻找这些课程时 发现这些课程非常有学术和传播价值 这也为我们进一步增加教育类视频提供了一个清单 用户的反应有点超乎我们的期待 而这门课程的用户评论也鼓舞了我们 让我们觉得引进用户来共建一个内容性的教育项目的可能性是很高的 2010年11月网友公开课项目正式推出 发展到现在已经包含了国际名校公开课 中国大学视频公开课 TED可行 还有其他五个大类 一共已经有一万多个视频 同时也有LSDC IEE IIM等专业机构的优质内容 所以网友公开课首先提供的是一个内容传播的平台 这里的内容主要是指包含专业知识的视频 我们欢迎更多的优质资源能够加入进来供建这个平台 欢迎公开课做的第二件事情是降低知识获取的门槛 不管是专题 分类 焦点图 或是微博推荐 都和这个目的相关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移动客户端的访问 以及国外大学公开课的翻译 除了Web主张之外 我们还支持iPhone iPad AndroPhone AndroPad 四种类型的移动设备 2011年的暑假 我们举办了公开课翻译达人百万招募令计划 这是我们在内容翻译上面的建设 当然对于优质的翻译团队 我们现在也是随时欢迎加入的 我们也推出了一个产品叫翻译纠错 因为翻译质量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公开课涵盖的专业领域非常广阔 所以除了我们在流程中加入了教育宴的环节之外 我们也有引入用户网友来一起翻译纠错的功能 不管是翻译招募或是交对 我们都在尝试领入用户的力量 来共建一个高质量的教育平台 在遵循CC协议的前提之下 网易公开课也非常乐于使用已经翻译好的资源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和人人字幕 TF等翻译组也有进行了合作 这也是一种贡献的方式 大家一起来共建一个翻译的平台 刚才提到的CC协议 CC协议是Creative Commons的缩写 是一个关于知识共享的协议 CC协议有不同的条款 网易公开课遵循的是署名 非商业使用相同方式共享的 这三条规则 这不仅对于我们引诸内容适用 同样也适用于我们把内容输入到其他平台 CC协议是知识传播 还有在线教育的缺化界 以可行学院为例 正是因为可行学院遵循了CC协议 所以网易公开课才能够去使用这些课程 也正是因为CC协议 所以网易公开课才能够把这些视频 传播到其他的平台 提供给用户去下载 还有用于教学 当然作为官方合作 可行也有要求我们把字幕 藏到他们的平台上面去 让全球的中文观众都能够阅纳 网易公开课的传播途径非常丰富 目前已经有在线教育网站 桌面产品 设备制造厂商 电视台 高校等等 这也是基于西西协议的 可以传播的这种特性 前面我们提到 网易公开课是怎么来的 主要做了什么事情 接下来将跟大家分享一下 关于未来的知识 还有学习的一些思考 这些都是基于公开课现有的功能 或是即将做的功能展开的 我们将把它分成互动 共建分享三个部分 让我们先从分享开始 公开课的分享目前主要是通过微博 人人 豆磅等SNS平台展开的 从简单的分享正在学习的课程 到我们做的赛笔记赛知识 这里展示的是我们在赛笔记活动中 收集到的笔记 即包括使用纸张记录的笔记 也有用电子工具记录 结构更加清晰的笔记 有的用户甚至还用到了思维导图 我们希望用户能够通过更多的分享 找到一起学习的人 这对于用户牵涉学下去 是非常重要的 相对而言 刚才提到的赛笔记 是一种比较系统 还有严肃的学习模式 我们也有在讨论碎片时的分享 比如说是一句港无深刻的话 或是某个视频之中的某一段 加上一些自己的点评等等 另外一个我们会考虑的方向 是学习路径的分享 因为每一个用户 他都有不同的学习习惯 资深的学习者 如果能够将他们的学习路径 还有他们学习的方法 还有他们学习的资料 都能够共享出来 分享出来的话 那么对于其他的学习者 也是一项非常好的事情 前面我们已经在第一部分 讲到内容的时候 已经有提到的贡献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 其他的贡献 目前来讲的话 我们有翻译纠错功能 从翻译纠错这个页面 用户能够提供 他们认为更好的翻译的内容 那么我们在收集到这些资料之后 也会去评判以及纠正 其次我们也有在座 跟国客网的合作 以装题的形式 将国客网的文字类的装题 把它跟公爱客的视频 合作起来 做成一步一步的装题 我们认为 踏上知识可以公寓 所有的这些翻译纠错 还有国客等等 都是所有人可以一起来 共建一个非常质量高的 一个质量平台的 延展开来 共建的方式还有很多 比如说跟百科知识的关联 因为公爱客有很大一部分内容 比较专业 而百科知识恰好 你补了这一部分的欠缺 同时 公爱客的内容相对比较稳定 系统 而百科知识 它的随便化程度比较高 这种时效性 还有随便化 能够更让用户 在观看公爱客视频的时候 能够更好地理解这些知识 另一个思路围绕着内容的整理展开 前面提到 网易公爱客已经有一万多个视频了 目前查的方式是通过分类和搜索 也许我们可以 把这些知识贡献起来 让不同的用户在看这些课程的时候 把他们图谱加进来 包括说用户做的知识点之类的 这些都是可以加进来的 在互联网的虚拟世界中 互动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 明示威反弹则是网易公爱客 做的一个互动栏目 我们跟爱客城网一起邀请了 互联网上的名家 或者是公爱客的授课老师 通过微博来和网友展开互动 我们涉及到的内容 已经包括知识分享 理想为现实 演讲技巧 有效学习等各个方面 这对于以当项视频为主要 传递方式的网易公爱客来讲 是一个非常好的补充 这种是知识传授者 和学习者之间的互动 当然公开客的互动 更多的是 发生在用户之间 一些热心的网友 去建立的不同的讨论群 比如说会有一个群里面 他们是指定装人去 在某个时间召集大家一起来看某门课程 然后每次只讨论某一课的某一集 而且是按宣序的 讨论时间大概是一个小时左右 是安排在网上 当讨论完了之后 就又有人去记录这些讨论人 收集笔记整理好分享出来 这种学习者之间的互动 我们认为对于互联网教育的 这种学习过程是起到非常好的 促进动力的作用的 广义来讲 互动无所不在 比如说用户投票 发来决定翻译进度等等 这是用户和编辑之间的互动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问答这个环节 因为现在的网易公爱客 更多的是基于视频的观看 如果说能够有比较好的技术 来提供学习者跟老师之间这种问答 或者说是由平台来做出视频自学的时候 每次插入几个合适的问题等等等等 这种种问和答的互动方式 都能够对用户的学习提到促进 还有就是答一解惑的作用 另外还有一个方面 就是线上线下的互动 或者叫做混合模式 我们相信未来的学习 不会当当只依赖于线上或线下 所以关键是如何 进行合适的区分和无分对接 我们了解到已经有一些高校 试验性的引渡公爱课作为教学素材 老师主要是起到引导和答应解惑的作用 而在美国的有一些小学 他们甚至要求学生在课后去观看 某一些可行的那种 看完之后 老师在课堂上只对于学生 在观看课程时的一些疑问进行解答 那么这种线上线下互动的模式的话 对于学生的就是对于小学生来讲的话是挺好的 因为这一方面是能够让小学中学生去看到这些比较好玩的视频 然后另外一方面对于一些个性化的一些问题 也能够由老师来进行大意解惑 我们发现因材世界的想象空间是非常大的 这个材呢不仅包括教授对象 也包括教学素材啊 学习入境等等 这种模式混合模式这种互动能够引进来的 网易观课目前为止也只是做了很小的一部分 在线教育能够带来的改革 目前我们还没办法完全看懂 但是十年数目百年数人 教育作为一项长期的 对于人类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我们希望现在的各项在线的技术 能够为教育带来足够的有用的影响 谢谢大家